我国新任教育部长马智里两天前进行了教育改革的第一步 就是停止第二波大马教育素质评估制度当中的机场工作 因为他说这一项评估制度程序既繁杂又浪费老师的时间 让教师无法专注教学 马智里说教育部将会陆续推出新的政策 改善我国教育制度当中的漏洞 教育部长马智里今天出席活动后重申 教育部之所以会停止教育素质评估制度 是因为教师是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不应该被这项制度当中繁杂的文书工作 而耽误了教育学生的重任 如果教育部长返回到他们的魅力 就是教育和学生 我们将能够成为一个社会 最佳的时刻 和时刻将来 另外马智里也赞同首相马哈迪 之前要求提升政府高官英文水平的建议 因为这将有助于加强我国的国籍形象 马智里表示 该部门会提供英文课程和考试 让高官参与 通过考试的高官将能够获得特别奖励 至于政府提供的奖励形式 则需要再度讨论后才能向媒体公布 于政府会访问 政府会议